只要韩兄愿意入谷,我就愿意冒险一试,我对韩道友信心十足的。 既然子灵道友如此说了,那我就不再劝说。 不过在入谷之前,有几件事情还是要想问清楚,说明白。 这次是应该的,韩兄有什么疑问尽管问就是了。 首先灵主果的事情,我要再确认一下其真假。 我可不想兴冲冲地进入坠魔谷,却发现根本是空欢喜一场。 这一点,自灵姑娘能确定吗? 灵主果绝对是确有其事,这是当年,从坠魔谷侥幸逃得姓名的鬼灵门长老原因,亲口所说。 否则,鬼灵门原因老怪们,不会为了坠魔谷之事如此尽心尽力了。 我们这里还有一块玉桶,是当年那个原因对灵主果所在位置亲口描述的记录,这应该能证明此事的真伪了。 子灵对韩力此问,早就做好了准备,疑问之下,立刻从储物袋中掏出一块碧绿玉桀递给了韩力。 韩力接过玉桀将心神沉浸其中,默默地看了一会儿,半场之后她才将神石抽出,不动神色地将玉桀还给了对方。 照上面所说,这灵主果的确是存在,不过上面所说位置深入坠魔谷如此之远,而且还含混不清。 光凭这些言语,能否找到灵主果还不一定。 因为那位鬼灵门长老是原因出窍后,才误打误撞地找到那灵主果处,所以记得位置有些模糊,倒是正常之事。 不过,这上面也提及了几处非常显著的特征,找到灵主果应该没有大问题的。 子灵解释,生怕韩力有了退意,韩力想这预见中的内容沉吟了起来,显然在衡量其中的利弊。 就算找到此灵国,我们还必须在谷内炼制造化丹服下,否则灵国效力可就大减,有关辅助材料,子灵姑娘也准备好了吗? 子灵闻言大喜,当即抢压兴奋,脸上流光溢彩。 造化丹的辅助材料不太好找,但这几年间也背齐了十几份。 只要有灵主果,运气不是差到极点,炼制出造化丹绝对没问题的。 既然这问题都不答,这一抹骨我会闯上一闯。 不过子灵姑娘,骨中凶险不用我多说,入骨之后,在能力可及的范围之内,我自会庇护道友一二。 但若真遇到连我都无法抵御的危险时,道友也要做好自保的准备。 这个自然,若是真出了此等事情,也是妾身浮云浅薄,绝不敢埋怨寒凶的。 况且,对于如何保密,妾身还是有几分自信的。 子灵毫不犹豫,身上娇柔之光一扫而空,引现出几分刚烈之气。 寒历一正,随即对子灵的话语很是满意,神色缓和了下来。 鬼灵门如何入骨,三位道友可谈听清楚。 我来的时候倒也听说了,鬼灵门竟然发放坠魔令,来限制入骨人数,这倒有些奇怪。 以现在的情形来看,一次入骨数百修饰和进入上千修饰,也没有什么区别,看来入骨之法有什么限制。 否则一块灵牌就要数万灵石,这样的好事,鬼灵门怎会不大敲一笔? 寒凶果然不同凡响,的确猜得差不多。 虽然因为消息外泄之时,我和梅宁妹妹没有再费心套取具体的入骨方法,但也从那名弟子口中隐隐得知。 这次的入骨好像要借助诸多鬼灵门弟子力量,还要耗费大量灵石,才能在特定时刻进入骨中。 至于入骨人数的确因此才有限制的,不管鬼灵门用何种方法入骨。 这一次,我们落云宗被分给了三块坠魔令,我在回宗门时也拿到了一块。 进入外骨是不成问题的。 至于内骨,可觉困难重重,任谁也没有把握说自己肯定安然无恙通过的。 不过我相信,大部分修士只会停留在外骨探宝的,赶去内骨的应是原因修士了。 当然,想要搏一搏的结单修士肯定也有的,但不会太多的。 在外骨的时候,子灵道有危险不大,可以先独自应付,等到进入内骨的时候。 韩丽目光闪动,突然间嘴唇微动,但悄然无声,竟施展了传音术。 宋姓女子和梅宁见此没有什么不满之意,毕竟此行凶险之极,大家小心一些形势,也无可厚非。 一切都依韩兄之言。 那韩某君和子灵道友在坠魔谷中相见。 对了,宋时之,我听宗内弟子说,程师兄也到了此地,你可知道人在何处。 此事,事实却不知晓,正是不和几名交好雇佣,一起同行的。 到了此地后,也从未联系过失职一二。 这样,看来程师兄想在大县来临之前,入股一搏。 韩丽难难地低语了一句,仿佛在思量着什么。 听说这次追魔之行,似乎还会有木兰法师参加,此事是真是假,有这方面消息吗? 这个消息我三人也听到了,可是此事众说纷纭,我三人同样,不知道真假的。 子灵也是颇感头痛,露出无奈的神情。 韩丽摸了摸下巴,一语不发。 但片刻后,韩丽忽然神色微变,猛然起身说了一句告辞的话语,就飘然离去。 只剩下屋内的三名女修面面相觑了好一会儿。 怎么回事,韩兄为何走得如此匆忙? 不知道,也许韩前辈并有要事吧。 宋姓女子则望着屋门的方向,有些沉吟起来。 老鬼,你在做什么?真想魂飞魄散不成。 这时,韩丽走在一条偏僻的街道上,脚步有条不稳,看似从容不迫的模样,可实际上,她正在脑中恼怒之极地力声呵斥着某人。 呵呵呵,老夫只是看到叫子灵的女娲实在是漂亮得要命,动了些心思,这也是正常的事情。 哼,你难道不知道,我以前施展七情绝,将自己的喜怒哀乐和我的第二原因联系到了一起? 你发情不要紧,可不要连累到我,毕竟第二原因和我同样心神相连。 再说子灵那丫头,现在容貌并非特别出众,你是如何看出她的真容的? 你当年自称妾世如云,跃尽天下角色,一个女修就让你表现得如此不堪,你之前的言语不会是骗我的吗? 当初老夫施展七情绝是为了对付你的主元神来的,可谁想到一个区区园营出奇的修士,竟然修炼了第二原因,挡了此在。 否则老夫怎会落到现在的下场? 那七情绝虽然无法操纵修士的神识,但喜怒哀乐受控的话,同样能叫对手求生不能,求死不得。 至于那女娃,虽然施展了秘书,遮挡了真言,但又怎能瞒得过我的神识感应呢? 就算你的七情绝再厉害,找错了目标,也是枉然的事情。 第二原因虽然与我有些感应,虽中了七情绝,但对我来说只是些小爱。 倒是你,我可万万没想到,千竹教的创始始祖,大眼绝的创立之人,当年的大眼神君竟然会附身在一台傀儡,一直苟活至今。 要不是你神识的确强大的不可思议,并且对大眼绝了如指掌,我根本不相信此事。 但即使如此,你再随便对一些女雄乱斗心思,撩拨我的心境,可别怪我不客气。 憨小子,你又不是不知道,我即使有你的隐魂术隐成的珠子帮助,惊魂也顶多再过数十年就会烟消云散呢。 要不是我最后研制了一种傀儡已经完成的大半,我爸爸的早去投胎转世呢。 作为一句丝毫感觉没有的傀儡人上万年,我也早就活够了。 你要是上万年没有见过一个女人,你比我还不如呢? 韩丽听到对方这话揉了揉鼻子,大感头痛至极。 真身藏在背后竹筒中的这位老怪物,可真是难对付之极。 要不是看在对方,答应将最后三层大眼觉相告, 并愿意将从未面世的几种大威力傀儡炼制之法同样传授于他。 他早就用诸多的手段将对方面掉。 更可气的是,对方的神识强大得不可思议, 即使对如今毫无反抗之力的老怪物施展搜魂术, 也一点效果没有,反倒被对方差点借机操纵了神识, 这让韩丽吓得不敢再采用此法。 面对大雁神君这个活了上万年的老怪物, 韩丽有种无从下手的感觉。 老怪物,你附身在傀儡人身上, 难道没有想过再将原神从傀儡上挪开? 以你的材质创立此法应该不难吗? 毕竟大眼觉都是你一手创立的。 你以为我使用忌神术很简单吗? 当年我自视材质过人, 天下间无人能处左右, 故而分心知识太多, 不但自创出了大眼觉这等可以枪化神识的秘法, 还一手创立了千竹教, 研究出了在天南早已失传的魁偶术, 光是这些就耗费了我大半的寿缘, 更何况还要兼修功法, 让自己修为紧接到园银后期, 好横行一方而无敌手。 横行一方? 无敌手? 怎么,觉得我吹牛了? 我当时修为大成之时, 因为一向低调并心高气傲, 只挑战那些出名的修士, 从而不外传自己的战绩。 故而当时知道我名字的修士只有那些顶尖的存在, 别的地方不说, 当时号称天南正魔两道第一修士的两个老家伙, 就是我的手下败将, 陪我打得服服蝶蝶的, 甚至资源将集西之地让给我作为利教根本之地, 而将他们的全部势力撤出此地而去, 否则你真以为一个区区的沙漠, 就能让你天南修士不敢染指集西之地了? 要知道集西之地就算再贫乏, 也是有两国之地的, 足够安置不舍大宗门了。 集西之地是你打出来的? 不但如此, 我还逼两个老家伙亲自发下毒誓, 万年之内让他们的徒子徒孙都不得进入集西之地。 以他们的身份会这么听话? 不愿意, 我就会把他们的徒子徒孙杀得干干净净的, 你难道以为我是个婆婆妈妈的人不成? 至于想一掌人夺势众围攻我, 我炼制的上千只魁我可也不是吃素的。 不过郑魔两道修士到现在仍然没有侵占集西之地, 这都让我有些意外了。 难道郑魔修士还真对他们祖师爷的话恪守至今? 韩丽默然了, 这个老怪物是不是在吹牛? 就是当年真的变态到了极点, 对方口中的上千傀儡就算都是助击起的, 也够吓死了。 至于郑魔是因为当年誓言所限, 不抢极西之地, 还是真因为极西之地路途遥远, 资源贫乏? 而真的懒得过问, 韩丽也懒得去想此事, 这和他没有什么关系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